欢迎来到大家的车言论 今天YP不做车评 因为大家看到了 车轮子都被我拆了 车开不动 但今天我正要把这个车的轮子卸掉 给大家看一看这台车的一些内在 这台是小鹏G6 这台车上市之后 被冠语了一个名称叫卷王 因为它的起售价只是20点几万 20点几万 然后主售的车型 20万出头 有NGP 有大的电池包 续航很不错 又有3C的充电 又有800V的架构 所以有人就说 20万出头买到这个车会很值 具体是有多值 其实我们不能只看表面 不能只看配置 正好我们代车人论位于广州 我们总部其实跟小鹏汽车的总部 直线距离相隔还不到10公里 所以我就借着有一些时间 就正好请了他们的工程团队 过来我们公司有一个护访 他们也带来了一台车 然后就指着这个车 再给我们重新讲了一遍 这台车它在一些技术应用上 到底卷到什么程度 我也觉得这里头 有很多东西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就特别来加拍 这么一期节目 算是我的车评的一个补充 我们把这台车架起来 跟大家讲一讲 小鹏G6上面的一些 确实放在今时今日 放在20多万的市场里头 相当卷的一些新技术 也算是长个见识 下面我们开始看车 看车我们先从整体看起 要说整体呢 这回我就不打算讲这台车的外形了 我想讲一讲 这车在外形以内的 它真正放在行业里属于创新的部分 就是它的前后一体压柱的技术 这一体压柱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是车身的一种工艺 它把原先的很多的铸造件 再焊在一起的工艺 现在变成了一体 把它整体压成一个整体 这种技术最早是特斯拉发明的 但特斯拉只把它用在了后面 但到小鹏G6这台车 它直接连前面都用了 而且它前后用的面积 这样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这个东西平时大家听会觉得 这就是一些很工程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直接看得见 透过这里 你能看到这里有一些加强金 这些加强金在一般的车上是没有的 只有一体压柱的车 才会有这么多的加强金 然后所有的加强金 其实它是源于一个部件 就是这里面其实是一块部件了的 这一整块部件 它上面你看悬挂的顶上 就装在它上面 包括外面的这个车身 其实也是装在那块部件上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前仓 看一下这块部件长成什么样 打开这个前盖 这里本来有一块很完整的护板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就可以看得到 我刚才讲的这个一体压柱件 你看在这里 这里还有加强金 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整体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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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整体 然后一直到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边 这是整体 中间是没有接缝的 它是一体压出来的 一直到前面的防撞梁 安装的那个位置 就到这个位置 它都是一体的 就这块板件 它有这么大 有这么大 然后呢 这个上面呢 是一条方形的 铝合金的加强梁 然后下面这里 还有两条更粗的 方形的铝合金加强梁 这三条梁呢 就把这两边呢 直接撑住 来增强它的刚性 所以用这种一体压柱的技术呢 其实它带来的 第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刚性 工程师告诉我说 因为鱼体嘛 它没有那些焊缝 没有那些打焦水的地方 它整体的刚性 一定是好很多的 而且它在长时间使用 可以避免出现异响 很多时候 甚至那些打焦的地方 长时间松动了之后 那个车就会有 咔吱咔吱的声音 那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在车辆的生产工艺上 可以变得更加的简便 就生产的效率可以更高 但是这种技术一定要上量 就一定是要 有很大的产量 它才值回那个票价 这个票价包括 它的生产时间 也包括它的生产设备的投入 好 那很多朋友就会说到了 你这个一体压柱 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 要换件就要整个换了 整体换了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有这种一体压柱的车 你买保险 就尽可能要买全保了 其实刚才我看得到 它的前面 跟它的撞击缓冲的机构 其实是独立分离开的 一般的轻微碰撞 它会由前面的吸能机构 撞击缓冲机构 去处理到那个能量 就不会损害到 这个一体压柱的部分 基本上就可能时速 超过40公里 工程师其实 它也没有很具体的数据 因为真实的碰撞里头 它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撞击的物体 很难说多少公里碰撞 它不会伤到这个部位 但是其实它现在设计 这个部位并不会伸得很前 也不会很靠外 所以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会伤到 除了前面这个车 后面也用到一体压柱 你看它这些蜂窝状的加强筋 就是这一整个部件 从车身大概 其实从这个为止开始 一直到这里 末端就到这里了 其实它这个末端距离 这个车真正的尾部的末端 还是有一个半米左右的距离的 我看过这个车的解剖图 就从图上看 这个末端并不是说离后面很近 所以真的万一被追尾 它本身还有一个后防撞梁 还有一个小的吸能机构 然后才到这个一体压柱的车身部件 所以这个部件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被撞到 当然用这个部件其实它带来的最大的优点 还是从整体来考虑的 一个是生产 一个是车身的刚度 而说到车身的刚度 这台小朋友G6其实是很有亮点的 因为它不仅是用前后一体压柱 它就连电磁包也是做了一个创新 具体来讲就是这个电磁包是用到一个CIB的技术 电磁的电芯直接跟车体融为一体 它就没有电磁包上面的那个上盖了 基本上就是把电磁包传统跟车身的 那个接合的那块钢板给去掉了 直接把电磁包的下面的托盘抠上去 然后直接镶到那个车身上 这样带来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车底的底板可以做得更薄一点 第二点就是刚性的提升 因为这样的构造 其实是可以让整个电磁包相近车体 整个车体的抗扭刚性有所提升的 这台小朋友G6它现在的抗扭刚性 是41,600牛每度 为什么要注重刚性呢 因为刚性是一台车驾驶感受的 保底的保障 说到轿驶感受呢 我们就来说说这台车的悬挂调教 所有的底盘工程师 其实他们在研发一个底盘之前的第一步 都是做轮胎的选定 包括用什么类型的胎 什么取向的胎 多大尺寸的胎 你看现在我手里这个呢 就是这台小朋友G6的顶配车型的胎 这是一个255宽度 45扁平率R20的轮胎 这个胎好大的 其实我这样搬我都觉得好重 我都要把它搬离地都很困难 正因为这台车它本身用的轮胎是这么大 所以它必须要极力地减低它的黄下质量 所以它前悬挂会用了整个的铝合金 也因为它的轮胎这么大 所以它要非常注重这个车的它的降低阻力 所以它用了这个叫做米其林的PSEV 是米其林的在电动轮胎里头的一款 比较高端的低滚组的胎 这个胎它本身呢里面也有这个静音棉 所以它也照顾了它的MH 所以先选好轮胎 选好这个兼顾低滚组和运动性的轮胎 选好轮胎之后呢就来到悬挂的设计部分了 刚才我说过了铝合金铝合金铝合金 你看这个前悬挂就是一个非常工整 非常漂亮的一个上下的差弊 整个前悬挂可见部分都是铝合金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两活塞的卡钳 这个卡钳看起来就中规中矩 看起来小巧一点 原因就是工程师也说了 就是电动车的时代 其实对于自动的要求没有油车那么高 这是他们讲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性能车的话 电动车对自动要求更高 但是如果是买菜车的话 确实电动车对于自动片的磨损 比一般的油车要更小 从长期使用来讲是这样的 然后前悬挂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 很工整很漂亮的一个整体的卖相 就看着都觉得这是个高级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20万出头的车 这个看起来就像那种几十万的车的 整个前悬挂的构造 那工程师说他们这个车不是只卷用料的 他们是卷了很多心思进去 在调教上他们希望这台G6能够在开起来的时候 转向的响应 还有这个车身的一些横摆 能够做得比较直接 比较硬朗的感觉 硬朗的车你有一点动作 它反应会比较快 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台车有很强的车身刚度 是能够一脉相承的 因为它这么好的刚度 如果你不把它往操控去调一点 那就可惜了这个刚度了 所以这台车他们选弹簧的时候选的偏平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谓偏平就是弹簧本身的一个硬度的特性 它会选的硬一点 但是他们说具体的参数其实还没有特斯拉的硬 特斯拉还是更硬 因为他们在研发这个车的时候 要考虑到驾驶感受要像特斯拉那样比较灵巧 但是又要保证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乘坐舒适性 尤其是后排的舒适性 所以在减震器上也下了很多功夫 减震器的法体的调教 特别的去适应中国的一些多变的路况 包括那种破损路 包括大的桥头跳 包括减速带 这些我们在试驾这个车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亲身的体验 它总体上的调教出来的感觉确实是做得不错 然后铝合金的悬挂总体上就是协助降低这台车的黄下的质量 但是铝合金是要成本的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 其实它的副车架是一个钢的副车架 它并没有用到铝合金的副车架 最近我看到网络上也有一些自媒体说 你要看一个车是不是真的用料下血本呢 你要看它的副车架是不是用铝的 其实我跟工程师交流下来 他们说吧 这个副车架用钢还是用铝呢 对于车身的操控特性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因为它不是属于黄下的部分 它其实只是属于悬挂要安装在上面 它是固定住的 副车架主要影响的是车身的轻量化 一个钢的副车架和一个铝的副车架呢 能够差到七八公斤的重量 前后加起来可能差十五公斤 如果那个车本身比较重的话 他们就会倾向于用铝的副车架 这样可以减低一些重量用在其他的部分 但是像这台小船G6 他们说本身这台车的整体的重量控制的就不错 标准的电池包的版本 入门的版本控制在两吨以内 然后它的四驱的长续上的版本是两吨一不到 所以这个整体的重量他们认为还是不错的 所以基于成本的考量呢 在副车架上他们就没有用到铝 这也是我觉得算是比较理性的一种选择吧 毕竟它如果什么东西都用最好的 那这个车可能到时候中端售价就要贵五千块钱 贵一万块钱 这样可能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好了 最后我要讲一讲的是这个防晴杆的部分 这是它的我们学名叫横向稳定杆 就这个防晴杆 它这个防晴杆是装在副车架的外面的 不是装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防晴杆其实在更换 在做调校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你看卸这两个螺丝 卸这个螺丝就可以把这条防晴杆换掉 这防晴杆是一个空心的30管径的防晴杆 在原厂车里属于比较粗的防晴杆 当然我们看防晴杆不能拿卡尺去量 这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结构跟材料的结合 它是实心空心的 它的管径就完全不一样 我看到很多自媒体去量一下卡一下比一下 这个粗那个细 这个良心 那个良心被狗吃了 结果那个是实心的 这个是空心的 这没得比的 但我想说它用了这种外置的 出管径的防晴杆就说明一点 就是这台车在研发的过程中 其实工程师是非常看重这个防晴杆的调教的 他们说这样的防晴杆更换调教比较简单 而且在他们厂的附近就有很多路段 非常适合做这个防晴杆的调教 所以他们在防晴杆上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 来调出这台车的一个转向的特性 可以做到在入弯的时候 有一点点推之后 能够把这个轮胎的负载 很好的转移到后轴 然后让这个车更加的平衡 然后它的悬挂也做了一个参数的调整 就是在下压的时候 这个轮胎是会有一点点外倾角的 就有点Canva的 那这样可以让这个车在激烈过弯的时候 车能有更好的抓地力 这台车他们横向抓地调出来 可以超过0.9个G 在买菜车里头 在这种量产SUV里头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横向的操控的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车它的设计在看着兼顾了很多东西 刚度 轻量化 成本 还有操控 设计师是想了很多事情的 这个其实也体现在后轴上 这个后悬挂依然是一个结构很工整的 一个多连杆的后悬 但是从材料来看 就没有前悬挂那么赏心悦目了 确实它后悬挂基本上都是钢梁的结构 它的仰角还是铝的 然后这个横摆壁是铝的 因为这一块的部件它的整个形状 你看它是要躲开弹簧 躲开减震器 然后它也要考虑到运动学的时候 它要躲开这个车架 所以这个是用了一个整体铝的一个结构 其实工程师也承认了 说这个车毕竟它是个家用车 它不可能全部都用铝 那样最后中的车架又要贵个一万几千 所以在后悬挂上就比较踏实一点 用钢除了成本上的考量以外 也要考量耐久性 所以他们在后悬挂的这些连杆 这些壁上面 你看这里都加了一个非常延时的塑料盖子 这是塑料也加了加强金 这里是一块更大的塑料板 这个是有一点扰流作用的 也是防止一些砂石水 溅到钢梁上会影响它的抗锈石这种功能 所以这些可能也有一些车黑 直接拿个吸铁石吸 你看这个某品牌用塑料来做悬挂 其实这几个罩子 其实这个时候整个底板 这后面还有一块很大的底板 是罩得严严实实的 这些东西根本都不会外露的 我们也是费了老大劲 松了很多的螺丝 把这个后面的底板给卸掉 其实还是一个很干净 很工整的一个后悬挂的构造 包括这个弹簧和减震器 前后也是一个整体去调教的 也是刚才工程师讲到的 考虑到这台车 它要有好的乘坐的舒适性 所以后面的弹簧 在选偏平的时候是选高一点 但是在减震器的调教上 就要去力图让这个车轮 在运动特性上 可以有更适合中国路况的那些运动特性 事实上这台车坐下来 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后座 是有一个正常的乘坐感受的 就比特斯拉莫多巴要好太多了 这个车的悬挂部分是同收无期的 看着是铝合金的部分就真是铝合金 看着是钢的部分就真的是钢 它没有说把钢件做一些喷涂 让它看起来像铝合金 但最后我还想了解一下 这台车它的车身的一些材料结构 因为设计师也给了我一些有用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车也有用到一些热成型钢 比如说它的前后的那个一体柱铝的键 它的重量会占到这个车28%的重量 要考虑到它是铝键 铝键加起来能占到28%就30%的重量 其实就证明它本身那个键的体积 还是相当大的 这个前盖是一个钢的 侧翼板是钢的 前面这个肯定是竖子的了 然后车身的主架构是钢的 车门 这个有惊喜 车门是铝的 前后两个车门都是铝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车身侧尾板是钢的 这个是橡胶件 这个树脂件 后门整个是钢的 然后我很惊喜地发现它的这个电动尾翼 运动套状这个电动尾翼 也是钢的 是金属的 因为它是金属的 所以它的钢性可以得到保证 你看这个在高速的时候提高下压力的时候 它是真正能受力的 它不像我们之前某国产性能车 用塑料做的尾翼高速的时候 它会这样颤抖 这个车不会 好了 这就是这台小文G6 带大家把能看的 不容易看见的部分 我们都看了一遍了 再看看这个 这个肯定是合金的 这个不可能是钢的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节目形式的话 可以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的鼓励 因为我们为了拍这种类型的节目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硬件的投入 我现在身处的是我们公司的 自己的这个九号厂影棚 在那边呢 是我们拍车言论的那个大棚 带灯光的 在这边呢 我们做了举升机 可以把车升起来 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拆车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节目 如果今天的节目你看下 觉得不是那么枯燥 YP讲讲这种构造的东西 你也能看得下去 而且有一点小收获的话 我就挺开心的 也可以说说你对于这样的中国品牌 新势力造车 和它在这些新技术的运用 和它在底盘调教上的一些knowhow上 这台小朋友G6 有没有改变你的一些固有的想法呢 有没有觉得以前新势力 好像只有花里胡哨的东西 缺少内功 那这个车现在看下来 你觉得它有没有内功呢 留言评论 说说你的看法 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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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